今天2月18号2024年 这是能源经第258奖次 经文在卷8497页第6行 今天讲十习因 就是十种习气 造成生死轮回的原因 就是受苦的原因 云和十因而奈一者 隐习交接 发于相谋 研磨不休 如是固有 大门火光 于中发动 如人以手 自相谋畜 软向现前 二习相然 固有铁床 同住诸事 事故十方一切如来 射目行淫 同明欲火 菩萨见欲 如碧火坑 第一个就是淫 这是淫欲的意思 在行淫欲的时候 身体相接触 相摩擦 摩擦就生热 生热就有光 中医生在投胎的时候 也就是看哪里有光就去投胎的 这个就是像什么呢 像我们两只手互相的摩擦 摩擦就会生热 就会觉得手暖暖的 二习是指着以前生生世世以来的习气 再加上现在这一生这一世的习气 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有铁床 同住的这些事情 铁床是很热的铁床 然后同住也是很热的 就因为把淫欲 是比喻为是火 所以十方的佛 他形容行淫欲就称为欲火 菩萨见到淫欲就像见到火一样 要避而远之 二者看习交际 发于湘西 西南不止 如是固有 饥寒兼兵 于中动裂 如人以口 西说风气 有冷处生 二习相邻 固有 乍乍 波波 罗罗 青 赤 白 莲 寒冰等事 事故十方 一切如来 舍目多求 鸿鸣汤水 菩萨见汤 如必障害 第二个习气就是汤 贪 就是越多越好 什么东西 什么台宝 都要贪 所以是西南不止的 就是因为贪得无愿 所以就是有这种现象 寒 寒气 然后呢 再加上风 冰冷的风 冰冷的风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就变成水 就变成冰了 冰就很坚硬了 就像什么现象 像我们用口来吸那个风气 就是吸冷风 这个时候就感觉很冷 二习相邻 就是指的 累世 生生世世来的习气 加上这一生的习气 是互相的融合 所以就有 这以下这些 炸炸波波螺螺 青刺白脸 寒冰等是 这个是 人过世以后 是要下地狱的 炸炸波波螺螺 这指的是风的声音 那青刺白脸是指 受苦的时候 这个所显现的这个 外面看起来的那个颜色 像颜色轻轻的 还是颜色红红的等 这个是寒冰地狱里面的 受报的事情 该受报该受苦的 所以十方的佛 他看到 贪就好像看到 有毒气的海水一样 是避而远之的 菩萨称贪 称为贪水 三者慢息交零 发育相似 持流不息 如是固有 藤意奔波 积波为水 如人口舌 自相免味 因而水发 二席香骨 固有血河 灰河 热沙 毒海 荣同 贯吞诸事 故十方一切如来 色目我慢 明饮吃水 菩萨贱慢 如必俱逆 第三个是 骄傲 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所以就看不起别人 自己认为很了不起 这个是属于 山 然后呢 看不起别人 这属于水 山是不动的 然后水就 在山的周围 奔腾 就像 我们人 用石头 顶住我们的上额 这时候 口水就 源源不绝的流出来 旧的习气 加上新的习气 互相的融合 所以 因为看不起别人 所以死以后呢 就会有 就会有 血河 灰河 龙 同 贯吞 等的 受爆的事情 血河就是 这个受罪的人呢 他站在两个山的中间 然后山 两个山越来越近 然后就把这个人的压 压成扁扁的 然后血就流出来了 这样灰河 以至上 又深又大的河 里面有铜刺 可以把人的身体 吃的 就是 很多流很多血出来 然后像 很热的沙 把身体烫伤 还有 有毒的海水 还是把 铜 溶解 然后呢 就 灌在 人的身上 还是从嘴巴 灌进去 这些都是要受苦的 十方的佛 他称为 骄傲 称为是 喝 吃水 就是 越喝越笨 菩萨看见傲慢 就好像看见大海一样 深恐 掉下去 溺死 所以是 敬而远之的 四者 称习 焦葱 发鱼 相舞 五节 不息 心 发热火 注气 为今 如是 固有 刀山 铁诀 眷术 剑轮 辅月 枪锯 如人 弦冤 杀气 飞动 恶习相及 固有 功歌 斩酌 措赐 垂及诸事 事故十方 一切如来 色目 称慧 名利 刀剑 菩萨 剑称 如必 诸禄 第四个是 爱生气 贪不到 就会生气 如果对一个人 非常的生气 心 也就 发热 注气 为今 我们 吸气 呼气 就是在于 我们的肺脏 这个筋 指的是肺 当人生气的时候 呼吸就会很急促 所以 在心里面 就有像 刀山 铁诀 剑术 剑轮 辅月 枪锯 这些的想法 因为就 非常的生气 很像是一个人 受了冤枉 然后呢 他好像要报复 杀气 腾腾 这种样子 这是一个人生气时候的这个样子 旧的习气 加新的习气 是互相的融合 所以 到这种人呢 死了以后呢 他就会 身体 会受到 伤害 会受苦 像 像 我们的头啊 就这回斩 斩灼 就是像 像头被斩了一样 还是自己的 身体被刺了一样 还是像 南 南士 南方 就是 生殖器官被割了一样 这种痛苦 所以 十方的佛 他看见 生气 然后 怨恨 就把他称为是 很利的刀 跟剑 菩萨看见 称 就好像看见 有战场上的杀戮一样 进而远之的 无者 乍习 交友 发于香调 引起不住 如是固有 神木 佼教 如水 浸田 草木 生长 恶习 香炎 固有 扭屑 枷锁 鞭杖 抓棒 诸事 事故 十方 一切如来 射木 兼卫 同名 残贼 菩萨 剑诈 如畏 财 囊 第五个就是 欺骗 就是 射 射下 一个 幼儿 然后呢 射下一个陷阱 然后引发 别人 来掉入自己 所射的陷阱之中 神木 角角 就是 绳 角 木 角 就是 用绳子 把一个人 绑住 还是用 木框 框起来 把一个人 关在一个地方 就限制 一个人的自由 这个就是像 水在田里面 田里面 注满了水 这个时候 草木 就会 生长 因为在 不知不觉中 草 木 它遇到水 它就会生长 那就是像 人 在别人的诱惑之下 不知不觉 掉入别人的陷阱之中 旧的习气 加新的习气 是互相的融合的 所以 这种人呢 他死后以后 就会有 扭屑 就是像 我们的手疗 脚铐 还有 像一些 鞭打 的一些 受苦的事情 因为他骗人嘛 所以死后 就会受报 像十方德佛 他称 骗人 这种习气 称为 尖卫 这种尖卫 就是 也称为 残贼 这个残 就是 欺骗善良的人 还是毁谤别人的 所以 菩萨把 再习 称为 残贼 菩萨 看到 骗人的 这个习气 就好像看到 蟹狼一样 生怕 蟹狼把自己吃了 所以 菩萨看到 欺骗别人的习气 是敬而远之的 今天讲到这里 我可以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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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试图